飞越在南海展开的军事部署动作频频 背后有美日支持的影子 美军之前透露其临时部署新加坡的一艘滨海战斗舰 曾巡逻南海搜集情报 而日本也计划不但要在今年赠送菲律宾巡逻船 还将派自卫队军官帮助其提升海战的能力 加上得到美日海上援助承诺的越南也在积极的扩充军备 有分析了没 当前南海局势由美日在后撑腰 飞越企图在南海谋取更大非法利益的态势日益显现 中国必须及早未雨抽谋 英国检视法务周刊网站报道 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苍姆科普曼海军中将日前表示 美国首艘滨海战斗舰自由号在新加坡海军基地部署期间 主流与地区伙伴进行了训练演习 还在南海开展了一些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区域进行巡逻任务 科普曼特别指出 自由号不但使用了舰载MH-60R直升机执行飞行任务 并且投放了11米长的硬核冲击艇 利用雷达和传感器执行了水面监视任务 完成了一次标准巡逻 然后自由号从南海前往关岛 中途还在菲律宾参加了台风救援行动 随后穿过太平洋返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哥母港 圣迭哥是滨海战斗舰自由号及其姊妹舰独立号和沃斯堡号的母港 而第四艘克罗纳多号已定于明年4月入列 所谓标准巡逻就是每一个任务的选项 或者说每一种类型任务 它都进行了一次演练 或者说进行了这样的实际操作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这个滨海战斗舰服役的时间还不长 它需要进行这个很多这样的常规的操作 和每一个功能的测试 来完成它整个的作战运用的 这个比较更加的熟练跟形成规范 美国国内对滨海战斗舰的行动持批批意见者不少 而美国海军认为自由号在南海开展监视任务 可能会帮助滨海战斗舰建造项目 不受到未来预算削减的威胁 不过有分析认为 滨海战斗舰选择在南海巡逻 目的不仅仅是军事测试 而是向中国试强为菲律宾等国撑腰 去年年底 中美军舰南海相遇事件发生后 菲律宾媒体曾解读此举 是美国海军有意在相关海域显示存在 兑现对菲律宾的盟友支持 这个美国显示了 它在一方面是显示了在南海的存在 表明它这个滨海战斗舰单舰 也能够在南海执行一些任务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检验滨海战斗舰 在南海这样的海域 它的作战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 所以菲律宾这种主动的对到入住 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壮胆 给自己打气 希望能够把美国拉到 这个支持菲律宾和中国对抗的 这样的一个棋局中间来 紧随美国脚步的日本 自去年年底以来 也不断兑现此前 对原非军事装备的承诺 除赠送海上巡逻艇外 日本将从今年三月起 派出自卫队军官赴飞训练 非军官兵提升其海战能力 由于暗背悍然败鬼 让本已陷入低迷的中日关系 再与寒流 这时候 暗示或支持与中国有岛礁争议的菲律宾 向中国发难 可以牵制中国 因而 向海洋合作颇有抱团取暖之意 那么但是实际上这样的 日本提供的援助 从目前来看 不管是巡逻艇也好 还是这个军事训练也好 都是一个形式上的 或者说是一个姿态上的援助 对于菲律宾军队的 这个实际的实力的提升 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两国目前采取的措施 主要是一种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合作 除了菲律宾 越南的阔军备战也值得注意 越南首艘基陆潜艇和内耗 新年第一天运抵越南中南部军港金兰湾 早在2009年 越南向俄国订购了6艘基陆潜艇 合同金额高达20多亿美元 以完工并交付越南三艘 其余三艘尚处于建造之中 外界有分析认为 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议的越南 其基陆潜艇如部署靠近南海的金兰湾 将使其在未来5到6年内 可能具备局部封锁马六甲海峡东部入口的能力 同时 越南最近10年大幅进口俄罗斯第三代战斗机 目前越空军已有12架苏二旗SKUBK 和24架苏30MK2战斗机 越南还计划购买12架苏30MK2战斗机 此外 2013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国务卿克里 在访问越南时 也都曾表示将向越南的海警部队提供巡逻艇援助 有分析认为 作为回报 越南必定为每日提供在南海更多的便利 每日的介入因素 与相关声索国的扩军备战 增加了中国在维护南海权益的压力 对此中国海空军必须加快建立有效的南海海空威慑体系 我们知道这个二战期间 德国就是 拉税德国就是片面潜艇这样的重行者 它虽然潜艇数量很多 但是最后依然败在了盟军 整个完整的这种海军体系的这个打击下面 那么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在南海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对潜的这样的攻击体系 包括这个对潜艇本身的追踪跟攻击 以及对潜艇基地的封锁跟这个拦截 越南海军的潜艇 其实是能够开出海 不可能形成这种致命的威胁 或者决定性的这种影响 自由号不但使用了舰载MH60R直升机执行飞行任务 并且投放了11米长的硬核冲击艇 利用雷达和传感器执行了水面监视任务 完成了一次标准巡逻 然后自由号从南海前往关岛 中途还在菲律宾参加了台风救援行动 随后穿过太平洋返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哥母港 圣迭哥是滨海战斗舰自由号 及其姊妹舰独立号和沃斯堡号的母港 而第四艘克罗纳多号 已定于明年4月入列 飞越在南海展开的军事部署动作频频 背后有每日支持的影子 美军之前透露其临时部署新加坡的一艘滨海战斗舰 曾巡逻南海搜集情报 而日本也计划不但要在今年赠送菲律宾巡逻船 还将派自卫队军官帮助其提升海战的能力 加上得到美日海上援助承诺的越南也在积极的扩充军备 有分析认为当前南海局势由美日在后撑腰 飞越企图在南海谋取更大非法利益的态势日益显现 中国必须及早未雨抽谋 英国检视法务周刊网站报道 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苍母科普曼海军中将日前表示 美国首艘滨海战斗舰自由号在新加坡海军基地部署期间 除了与地区伙伴进行了训练演习 还在南海开展了一些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区域进行巡逻任务 科普曼特别指出 美国国内对滨海战斗舰的行动持PPE见者不少 而美国海军认为自由号在南海开展监视任务 可能会帮助滨海战斗舰建造项目不受到未来预算削减的威胁 不过有分析认为 滨海战斗舰选择在南海巡逻 目的不仅仅是军事测试 而是向中国试强为菲律宾等国撑邀 去年年底 中美军舰南海相遇事件发生后 菲律宾媒体曾解读此举是美国海军 有意在相关海域显示存在 兑现对菲律宾的盟友支持 这个美国显示了 它在这个一方面是显示了在南海的存在 表明它这个滨海战斗舰单舰也能够在南海执行一些任务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检验滨海战斗舰在南海这样的海域 它的作战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 所以菲律宾这种主动的对话入住的实际上是在给自己 壮胆给自己打气 希望这个能够把主要是一种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合作 除了菲律宾 越南的扩军备战也值得注意 越南首艘击落级潜艇和内耗 新年第一天运抵越南中南部军港金兰湾 早在2009年 越南向俄国订购了6艘击落级潜艇 合同金额高达20多亿美元 以完工并交付越南三艘 其余三艘尚处于建造之中 外界有分析认为 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议的越南 其击落级潜艇如部署靠近南海的金兰湾 将使其在未来5到6年内 可能具备局部封锁马六甲海峡东部入口的能力 同时 越南最近10年大幅进口俄罗斯第三代战斗机 目前 越空军已有12架苏二旗SK UBK 和24架苏三粒MK2战斗机 越南还计划购买12架苏三粒MK2战斗机 此外 2013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越南时 也都曾表示将美国拉到 支持菲律宾和中国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棋局中间来 紧随美国脚步的日本 自去年年底以来也不断兑现此前对原非军事装备的承诺 除赠送海上巡逻艇外 日本将从今年3月起 派出自卫队军官赴飞训练非军官兵 提升其海战能力 由于安倍悍然败鬼 让本已陷入低迷的中日关系 再与寒流 这时候 暗示或支持与中国有岛礁争议的菲律宾 向中国发难 可以牵制中国 因而 日非军方近来频频喊出 加强海洋合作 颇有抱团取暖之意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日本提供的援助 从目前来看 不管是巡逻艇也好 还是军事训练也好 都是一个形式上的 或者说是一个姿态上的援助 对于菲律宾军队的实际的实力的提升 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两国目前采取的措施